男人顺着绳子一路摸索 可来到尽头 却什么也没发现 原来 这是十人族设下的陷阱 不一会儿 男人就被团团围住 无助的他 只能拿出配件奋力抵抗 一旁的丧彪剑撞 直接射出麻醉针 把他迷晕了过去 接着就把他绑在竹竿上 就这样 男人被台猪一样带到了组长面前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组长竟是自己苦苦寻找的捷克船长 本以为能逃过一劫 但眼前的捷克似乎有点怪异 只见他走到族人面前 然后一顿口吐芬芳 事宜先把男人给关起来 紧接着来到威尔面前 威尔则一脸猛圈 可不管如何求救 捷克都不为所动 很快 他就被关押在用骨头制作的空中掉笼里 一同的还有捷克的传员们 威尔在询问中得知 原来捷克靠庄组长才躲过一劫 但他接下来面临的问题却更可怕 威尔对于这一切都很清楚 但眼下必须要想办法从笼子中逃出去 很快 献计仪式开始了 捷克示意族人们多拿些木头 要把火烧到最旺 族人们听闻 纷纷拿起木头搭建考场 捷克则找准时机逃命 一路小跑的他 因为不熟悉地形 被眼前的悬崖拦住了去路 想用竹竿跳过去 却发现难度太大 于是走进一旁的蒙古包里寻找道具 然而把里面翻了个底朝天 也只找到了一捆绳子和一瓶调料 可他刚一出来 就发现族人们都来到了这里 尴尬的他只能放下绳子 把调料撒在自己身上 很快 捷克就被绑起来抬到了考架上 而此时的威尔和船员们 想出利用惯性的办法逃生 只见他们一晃一晃 在多次努力下 成功抓到了悬崖上的藤蔓 众人在互相鼓励中 静止往上爬 可就在此时 天桥上路过一个族人 威尔赶紧示意大家先停下来 然而一旁的船员 却不听指挥继续往上爬 就在他们得意之时 手里却抓出一根蜡条 这可把他们吓坏了 导致手上的藤蔓没抓稳 于是伴随着巨大的断行 挂笼子的绳索直接被扯断 里面的船员也坠入万丈深渊 威尔没有犹豫 让大家加速往上爬 而上面的族人看见了这一幕 便赶忙跑去叫帮手 此时的丧彪正准备点火 听闻有人越狱 决定带领大家去抓捕 而火板则被随手丢在了地上 一番努力 终于从考架上摔了下来 来不及捷绑的他 一路往前逃跑 在路过一处空地时 看见落单的小孩手里拿着水果刀 便一把夺了过来准备捷绑 但抬头一看 就发现他的爸妈在前面 棍子静止插进椰子上面 杰克见状 随后对着两人甩了过去 却被男人一把接住 这也彻底把他激怒 于是捡起地上的水果 朝杰克丢过去 不一会儿 杰克身上的棍子插满了各种水果 只见他一个助跑 借助木棍的弹性 在空中翻滚了360度后 成功落在了对面 可正在他得意之时 木棍下方的水果开始缓缓掉落 很快他就失去重心掉落悬崖 拥有主角光环的他 在历经重重天梯的减速后 安然无恙地落在了地上 此时的威尔等人 已经成功爬上了陆地 但坚硬的牢笼让他们无法挣脱 面对食人族的追赶 众人只能齐心协力往前跑 然而没多久 就连同牢笼滚下了山坡 翻滚两分半钟后 被一颗椰树拦停 但后面的食人族紧追不舍 众人再次齐心协力 踢着笼子逃跑 但一个不小心踏空 直接掉入悬崖 好在运气不错太糟糕 悬崖下面是一个水潭 牢笼也被摔碎 上面的食人族疯狂投掷标枪 但威尔几人自带光环 硬是一个都没受伤 危急时刻 被杰克吓跑的小孩过来报信 族人们听闻瞬间赶了过去 就这样他们暂时脱离险境 于是便趁机来到了黑珍珠号上 但发现两个鬼鬼祟祟的人 企图把船开走 可还没等询问其身份 不远处传来了杰克的呼喊声 并且身后还追着一群食人族 威尔见状赶紧让众人上船起航 杰克也在关键时刻爬上了船 失落的食人族 则把目光转向了一旁的狗狗 就这样 杰克等人的荒岛之旅 也算告一段段落 接下来他们的目标 是要去寻找传说中的宝藏 而毫无头绪的他 决定先去找一个人 杰克斯巴尔